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是要看他在低潮时期的一个表现 像在前几天我们再批命 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她来讲 她来找我算命 当然她这个八字来讲没有财没有关 没有财没有关的一个八字 但是走的还算漂亮 走的还算漂亮 来讲当中 她的运势 我帮她批完了以后 她就讲说我男朋友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适合 我就说没关系 我帮你看一下你的男朋友的八字 结果她男朋友的八字排列组合天干人的部分 庚丙丁丙 她排列组合是这样 也就是说她的这个排列组合 她就是一个丙火克根金 就是一个破财的一个八字 但是她在认识她的时候 她男朋友的一个运程是在悟 也就是说她会变成丙火生悟土 生根金 也就是说她是在她男朋友好运的时候 她认识了她 她认识她的时候 各位 假如一般人都会觉得我认识她的时候很好 都已经认识了五六年七八年了 都没有问题 这个人的人品应该是很好 各位 你不能够这样子直接去说 为什么 因为她在今年就开始转入下一个大运 她进入下一个大运的时候是几 现在是几大运 我就说 现在进入几大运的时候 你的男朋友就会进入破财的这一种特质 你要特别注意 你要特别注意 在今年她是耕耕子年 所以在今年 她虽然在破财的一个情况 可是她还不算破 为什么 因为她克掉一个 她在送她一个 怎么可以算破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十月以后 这个庚金受伤 受伤了以后 这个八字 在这一种特点下 她会变成怎样 第一次回到她的一个 进入这个运以后 第一次回到破财的这种现象 所以你在十月的时候 反正我就跟这个想 你真是想 反正你又不是今年要嫁 我们要多观察个一下子是会怎样 对不对 十月以后破财了 这时候是她男朋友财运上的一个低潮 男生破财也等同是什么 桃花 钱 桃花 这两块 所以你在这今年十月的时候 你去观察你的男朋友 他在低潮时期 而且他在破财的一种情况下 他对你的态度是如何 他假如在这时候对你动手动脚 你就要考虑了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因为你认识他的时候 并不是这个本质 是在他好运的时候的这种特质 他现在进入这个大运才第一年 他就开始要进入这个本质 所以今年是你第一次有机会去认识他的一个真正的情况 当然在八字上的一个理论是这样 但是在生活里面 你还是要透过去观察 他到底他破财的时候 他的 他的那时候对你的一个态度是怎样 只是他念念你 还是跟你不讲话 还是真的动手动脚 假如他真的是动手动脚 到这一种最糟糕的这一种地步 你就不要眷恋了 但其他的人ok 本来 本来 一个人就不可能一辈子都走财运 所以我就跟他讲 他的这个状况 在像你之前来讲的话 在悟 悟的时候 对不对 悟虚年 你就会 你就有碰过 他就是在这时候会怎样 不好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悟虚年 这个就是你会碰到的 就是说这一年你跟他在相处的时候 就会是比较辛苦的一年 还有丁酉年 这两年你都会碰到 就是跟你男朋友 相处比较弱的这一段时间 可是问题 这是在好运中的衰运 想不要解 这是好运中的衰运 所以这时候你可能还比较压力没那么重 可是他现在是在这一边 这是衰运中的衰运 这不一样了 这是好运中的衰运 还没到那么差 这是衰运中的衰运 也就是说他人生的一个财运上的谷底 也就是说 人在真正遇到不顺心的时候 人生的低潮的时候 才会展现出他真正的一个个性 所以今年10月以后就是你去观察你男朋友他真正的一个个性的时间 因为他转大运 你第一次碰到他从财运很好变成财运不好的这一种情况 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没有人知道 所以在八字里面 我一定要提醒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一件事 不是说相处了很久 怎样 我会跟你说 他的本质就是破财的 也就是说 他会管你管的比较严 他当然就说 对有的时候他会管我比较严 因为这是他的本质 只不过是因为大运让他强行扭转过来 所以这只是偶尔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回归到他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特点的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 看看他的一个本质情况是如何 所以为什么 我们常常讲就是说 你不要用第一印象 因为我们人的大运会改变 我们的人的大运一旦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一个情绪 甚至个性上都会转变 都会转变 你就会发现到奇怪 这个人怎么好像跟我以前认识的都不太一样 那就是因为他的运程一转变 里面的所有排列组合跟着转变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批命当中 其实这已经有点像什么 八字合婚了 八字合婚 但是八字合婚 重点不是在他们两个八字合不合 我跟你说过了 八字两个人永远都不会合 因为八字是一直在轮动的 在轮动的情况下 男生总是会碰到破财 女生总是会碰到破关 那就是在感情上会出问题的时间 所以婚姻上一定不可能是和和气气 爱你爱到半死那种 绝对是争吵不休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一种状况时常会发生 动不动就破财 动不动就破关 对不对 然后又一下子财又好了 一下子关又恢复了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所以在婚姻上 你就会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 大部分都是会跟老公吵架 只不过说大吵小吵 一个月吵一次 三天吵一次 反正不管如何 总是会遇到会争吵的时候 所以各位 当你度过了那一种会争吵的时间 你就知道他最差就是这样 就跟我打打嘴炮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这样子这一段婚姻就怎样 ok 没问题 就这样子过去了 但是当他遇到了这些破关破财的这一种情况 结果 当你们第一次碰到的时候 结果却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下 后续一定更糟糕 了不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 要让这个当事人去了解 去观察 虽然他是 你们已经交往了这么久 但是你是第一次遇到 从好的变到不好的这一种情况 到底在这种情况下的相处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可以保证吗 身为命理师的我 我不敢给你保证 我一定会说要观察 反正你也不急得这时候这样 你的规划也是两三年以后的事 有什么好急的呢 趁这时候去看 这个就是一般人来讲 我们要跟人家讲的点 要不要解 要跟人家讲的点 毕竟他是完全转了一个运 而且是第一年而已 而且还没转坏 他现在还在好运 可是他真正在转坏运的时候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相处 又不一样 所以我一定我们都会跟 就是说 假设两个人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两方面讲说 对方有什么有缺点 让对方心里有底 不然的话不要以为 大家都是怎样 圣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八字里面 就已经摆明跟你讲一件事 有生有克 生的部分会好一点 克的部分就很差 那也是你的一个个性上的一个缺点 所以不要把对方完美化 但是还没结婚前 热恋期的时候有可能 各位后面你都知道 他妈的 就跟个平凡人一样 对对 热情你不在 就像冬天的一把火 会热吗 不会热 就算有一把火 你也是觉得冷冷的而已 这个火不旺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要了解到一件事 为什么 像这一次的批命 我就会跟这个客人讲到这一种事 是因为他们的运程原本是好的 现在变成不好的 他没有遇过 了不了解 他没有经历过这一段时期 也就是说 假如他没有经历过到这一段不好的时期 来讲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一个人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要让他知道说 他在衰运中的衰运 你能不能够还有办法跟他在一起 还有没有办法忍受他这一种的状况 假如可以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多大的一个状况 但是假如你第一次碰到 他是在低潮时期的状况 你没办法忍受 请问他后面还这才第一年 也就是说 这十年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忍受得住吗 这种婚姻他能够结的下去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各位 重点不是在他的运有多好 而是他的运不好的时候 你们还有没有办法相处 这才是重点 因为他这个客人还没经历过他男朋友在走衰运的时期 所以才会这样子去提醒人家 你在批八字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不用在意人家有多好 在意人家 人家好的时候感情不会出问题 但是人家坏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办法在坏的时候还能够相处 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